我要放肆一下释放一下我这个大蒜的气质 大蒜恶魔必须重新找回曾经的自我 媳妇跟朋友出去度假第二天 我已经在家孤单空虚寂寞了 媳妇什么时候回来呀 想媳妇咯 我已经连续吃了好几天中餐 今天做个意大利香茬 调剂一下胃口 有的人应该注意到了 我脸上起了一层白色的皮 我现在也弄不掉没有办法 这我老婆给我弄了一种意大利的东西 专门吃这个豆豆的 每天晚上膜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脱皮 我一个男人呢 我就不喜欢拍视频用美颜 所以在这里面影响大家这个视频体验 我也很抱歉 真实一点嘛 做饭 放入橄榄油加热 撒入洋葱 等它变色 洋葱炒软变色 放入番茄 我想吃粘稠的汤汁 倒入番茄酱 喜欢喝酒的我 做一餐整温不放点红酒 唯一的调味料就是放点盐 放入意大利香肠 春猪肉做的 等了半个小时 我的意识香肠出锅了 今天略微有点失败 其实不应该放盐 我当时脑子不到想什么呢 本身香肠有盐 估计咸了 开动 哎呦 我有点害怕了 可能做失败了 就不应该放盐 超级咸应该 咸了咸了 后家狗馋的 你不能吃带盐的东西啊 本着不能浪费的原则 既然做了 再咸 打掉牙也要咽下去 后后就顺一顺 生活嘛 就在于自己调节 老婆不在家 自己给自己找点乐的 对吧 我做西餐的 没有我老婆做的好吃 虽然我老婆不怎么会做饭 但是 我做中餐 她都喜欢吃 上一个给大家弄了一个 穿丸子 确实 大家可能看起来这个观感不太好 但是对我来说 自己做的 自己就觉得好吃 我老婆也觉得好吃 这香肠做的也太失败了 可把我给咸坏了 我现在从这到这都是干的 那香肠本来里边就带盐 我今天脑子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东西 然后做的时候我还是放盐 我还给大家录视频 放一勺盐进去 结果给自己蒸厚的了 自己成咸菜了 媳妇不在家的第二个反应 我家的垃圾被我给堆成三了 这全都是塑料 旁边是酒瓶子 大家看我在家喝了多少闷酒 一个人也喝呀 全是红酒瓶子 这是纸壳子 因为我老婆在家 每天晚上 她把这些东西就拿下去了 我从来不用想这些事 她一走了之后呢 我完全就记不起来 晚上的时候直接睡觉了 结果一堆堆成一大堆 家里有个女人多么重要啊 也别说我不干活 媳妇一走把荷兰猪 还有家里的小狗托付给我了 我天天要打扫她的便便 起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看她小嘴 乖啊乖 来 这样 多可爱长得 我家狗啊 天天给这个荷兰猪免费洗澡 一顿舔啊 口水还多 出去吧 看摇劲往那边跑 院子又该好好收拾一下了 杂草又长出来 我还要给它刨掉 这个蜜蝶香长得真旺盛 一年四季 一只长青 一大堆一大堆了 这我老婆种的小花 我看又要自取灭亡了 这怎么都蔫的呢 阳光晒的 狗啊 有时候还给它刨土 活下来真不容易 走了回去 还挺听话 媳妇不在家 我又惹祸了 看 新满了一个咖啡壶 前一段时间 我不是因为我打电话 把我老婆咖啡壶给 烧着了嘛 也不是着了 就整体冒烟了 所有的塑料部分 全部融化了 耐热的都让我干融化了 结果新满了 这个黄色的 有一些网友应该知道 看 今天早上又是一个电话机来 又给烧成这个样子了 而且最惨的是什么 这里边的零件 全都给烧得掉下来 这些原来都是一体的 在这儿的 就给烧掉下来 上一次 那个咖啡壶老婆的 这个塑料部分 还有这个部分 全部被我给干融化了 这下回来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了 我发现女人一不在家 男人怎么说呢 好像干什么在家的 心里都没有底 就不要放肆 我就总容易出错 垃圾也不扔 咖啡壶又烧坏了 那就不差我再多吃点大蒜了 说到这个梗 平时我老婆不让我吃辣蒜 生蒜 吃完了味特别大 要我一吃的话 再跟他旁边睡觉 他不让我上沙发上水 他受不了 他觉得特别特别臭 所以在家我就不吃 在压力以后 几乎又告别大蒜了 这两天他不在家 我正好要办一个黄瓜凉菜 我要放肆一下 释放一下我这个大蒜的气质 大蒜饿了 必须重新找回曾经的自我 一想这个 我就感慨万分 今晚我就把这个凉菜拌出来 猛放蒜 很放蒜 我自己在家 反正狗也闻不到这个味道 必须找回忧的自我 刚大了活儿再喝一杯酒 干活儿不喝酒 生活不富有 我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 所以每次喝酒都会给自己找一个牲口流当为借口 必须的吗 必须的吗 正好在这里跟大家聊一下 昨天晚上发生的一件 哇天 我现在一想过心都发凉的事情 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就因为这件事 平时我胆子特别特别大 但是昨天晚上令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吓人的画面 什么呢 我平时晚上8夜11点半左右都会带我家狗出去方便 大家在视频刚开始的时候看到了 我家狗我一开门就跑出去 快速跑过去 还半有呜呜的声音 昨天晚上是一样的 因为昨天晚上我碰到了三只黄鼠狼 三只黄鼠狼就在我家院子里外面门口坐着 我没有看到我眼睛晚上近身 也没有开灯 然后我一开门狗就跑过去 就在那汪汪的叫 也不回来 我怎么喊都不回来 然后后来我拿着扫把敲我的铁门 狗是跑回来了 但是我听到外面有点声音 所以我就走过去看 走去一看 三只能有我感觉有这么长的黄鼠狼 就那样啪在那 脖子他脖子很长 就那样看着我 六只眼睛 还有点发现那种颜色 当时我提皮疙瘩都疏起来了 这里面看到他们我觉得不令我害怕 令我害怕的声什么因素呢 两点 第一点 我是东北人 在我们东北老家呢 有很多的民间的这种的 民间传说 就说黄鼠狼怎么样怎么样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去 然后第二点呢 是他不动 我狗啊 离他有这么近 中间就隔了一个铁丝网 他隔了铁丝网 看我们 狗离他有 大概也就一米多一点的距离 我离他一米多一点的距离 你想想一般的野生动物 看到狗看到人 是不是找不跑 他们人丝不动 连缩头的一下动作都没有 小动作一般不跑的话 他已经缩头 下一下 但是他没有 所以当时他就稳如泰山的坐在那 在气质这一块 直接给我拿捏住了 我是一个平时喜欢拿捏气质的人 在海边什么出去的 在气质这一块 我绝对 绝对怎么说呢 绝对到位啊 但是昨天晚上被反拿捏了 这个令我最害怕的 就是他不动 他要但凡跑啊 或者怎么样的 我都不会害怕 为啥他在那呢 我今天分析了一下 平时我家邻居花朵他家 花朵嘛 他家养的鸡啊 兔子啊 在一个笼子里就在那旁边 我估计这三个家伙 昨晚准备做生意干一票 我把人家做生意给搅黄了 把人家这个买卖给干黄了 我估计他都在记恨我 所以我就比较害怕 回来一想 他们肯定是学吧 那个鸡或者兔子要去偷鸡吃呢 我先喝一口酒压一下 我知道好 但是我家狗给人买卖搅黄了 你说他能不恨我吗 这小动物 对吧 今天早上我起来 我跟我老丈人说了这些事 我说 我昨天晚上在京都跟他讲了一遍 我老丈人 哈哈大笑 我在外面照早上看到他 给他讲了一下 他说啥呢 他说今天晚上 他要拿着这个东西 过来半夜找我来 要把它给弄掉 因为在意大利 他们跟我们 北方 东北 咱们中国东北部 对这种动物 没有什么民间的习俗 所以他们就无所谓 觉得这个东西 把我吓到他 觉得很好笑 然后就晚上想端着那个家伙过来 我这一听我说 我跟我老丈人说 我说要来 你来 我可不碰这东西 我在我们老家那 非常非常有这种的民间的习俗和传统 不会去碰这种动物 所以 我也不建议你来 也尊重我一下 因为他们也没有伤害我 他吓了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估计我还把人家给吓了 把人家生意给叫花了 他还恨着我呢 所以 我说要来你来 最好别来 今天晚上 我正常睡觉 正常休息 我说你开门 给我按门铃 我也不给你开 我老丈人就哈哈大笑 我觉得对任何一个传统 民间的习俗来讲的话 可能在不理解的人 觉得他很好笑 在理解的人 可能就会尊重他 因为我是尊重任何一个 风俗和民间的风土人情 所以我也不会去评价一些 我的世界观里边 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都有自己的价值和世界观 就算我不信 我也要出为一个尊重的态度 视频前面的你们 大家觉得 我昨晚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为什么会发生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 你想说的 可以在留言区里给我写出来 不过说实话 昨天晚上我睡在顶层 我这个楼房 我睡在顶层 我就开着窗户 我就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感觉黄鼠王爬到我窗户上 在那坐着看着我 一晚上没睡好觉 加上今天的脱皮 我弄这个药脱皮 然后还有一些睡眠不好 有点憔悴看着 行吧 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吧 老婆这几天不在家 我会尽量 请办法给大家多出一些视频 记录一下 我自己在家的一个生活 因为老婆不在家 我估计我会干一些 比较稀奇古怪的事情 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会干什么 但是吃大蒜这个事情 我一定要麻捏了 最后希望大家订阅点赞 并转发我的视频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